不要讓人感覺是因人涉事 或者說要卡誰 卡東卡西的 或者對現任者如何的有利之類的 這樣都無助於這個政黨的一個團結 還有目標的一致性 可能還沒有打仗 內部就已經先亂成一團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可能當然中常委 有他們提案的一個權利 但是 你也是中常委 我也是中常委 對 那這個案子你有覆議嗎 沒有 因為我也不在 剛好那這一天我也不在 但我意思說這樣的案子 他一定會引起一些 很多人的這個不同的解讀跟想法 甚至引發一些爭議 現在就有很多議員反彈 那我覺得這裡面有階段性問題 有機會問題 有公平的問題 有反應民意的問題在裡面 你說二分之一條款的部分 為什麼這樣講 其實今天不管你是剛選上議員的 也不管你多高票 也不管你現在是已經連任幾屆議員的 對於想要挑戰 或者要選立委的這一部分 我覺得應該一視同仁 就是一開始應該是開放的 大家機會均等 大家機會均等 這樣子的話 一方面當然給 有意挑戰者機會 二方面也是怎麼樣 也是讓現任者 不會讓他覺得說 好像你擔心挑戰 然後你你只為了你自己 我覺得這樣也對現任者不公平 也憲他們於不義 那你機會均等以後 其實現在資訊非常透明 你到底你出來選擇正當性多高 我覺得選民是會有反應的 而且政治人會自己評估 對 他會評估嘛 我到底 我到底去跟現任者挑戰 我如果剛選上 就算我很高票 我來挑戰一個現任者 現任者人家假設也做得很好 服務也很好 各方面也都很好 那你的機會有多高 再來會不會反而商及到你現在 你的議員的一個形象 或者你還沒有服務 然後就可能讓民眾 覺得對你有反感 我覺得這個每一個政治人物 都要去做 對自己負責 所以黨中央 這次這個制度的設定上面 應該先考慮到這個